挑战一下顾佳唐的咖啡屋 然后现在这里边已经是烟雾缭绕了 Liberica的009地块 出到马来西亚冰城 这个小城让我感受到了热带小岛的安逸生活 几天下来感觉在这里说中文完全没有问题 华人文化在这里影响深厚 期间逛了蓝屋 娘惹博物馆 壁画一条街 冰城真的很值得好好逛一逛 马来西亚已经有几百年的喝咖啡的历史 所以说这里有很多餐馆吃饭的饮品菜单里 都会有传统的咖啡 像咖啡屋 白咖啡 这些都是菜单上的标配 在这边吃饭的话呢 我比较喜欢吃这种粉 全蛋面 吃起来有点像粉的质感 然后很细黄色的 我觉得很好吃 然后还有这个黄面 还有细米粉 然后还有细果条 你看他们这个餐厅里边的饮品的菜单 基本上都会带几种咖啡 那一种是咖啡屋 就是黑咖啡 我刚才点的 另外一个是白咖啡 就这两种咖啡是比较常见的 太苦了 挑战一下不加糖的咖啡屋 怎么一点都不苦 怎么苦啊 它这个远远没有我平时喝的咖啡苦 马来他们的这个黑咖啡 咖啡屋 真的我觉得就是喝起来是比较顺口的 适口性比较强 没有那么的酸涩 或者是喝起来挖喉咙的那种感觉 焦味 可能就是跟他们南洋咖啡的这种炒的时候 哎 加了一些糖 或者加了一些黄油也好 牛油也好的一个原因 他们的整个咖啡喝起来会更滑一点 喝起来是其实有点微甜的 别说这个还挺好喝的 就是天天喝美式的人来说 我觉得还是挺好入口的 这个大面啊 就是真的我觉得很好吃 很好吃 哇 绝了 猪肝 猪肉 鱼丸 猪肠 哇 我只想说一句 这个咖啡屋啊 真的挺牛的 喝的挺上头的 就是一口接一口 一口接一口 这个停不下来 你看 于是我也对马来西亚传统咖啡 产生了强烈的好奇感 接下来我们就驱车 拜访了当地的这家老牌咖啡厂 亲眼目睹了这种传统的咖啡炒制过程 也让我大受震撼 然后现在这里边呢 已经是烟雾缭绕了 特别大的烟 所以说在这里边工作真的 我觉得是第一热 第二还是挺累的 所以把它捡摆要对吧 我就是要给它们 就薄一点 薄一点 然后就这样敲的时候 就比较好敲了 哦 了解 攀的薄一点 均匀一点 对啊 所以这种的咖啡 你们是攀不新冠的 呃就是在生产的这个步骤 其实是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对 当然我也喝了喝当地新兴的精品咖啡 就离我住的酒店挺近的一家叫 OME咖啡 哦 是的 黑咖啡 新的咖啡 黑咖啡 所以我们可以试一下 Polybia 这些是特别的 这些是特别的 蓝色的 风味 有什么 很多 可以去这个 我认为这种 这是从马来西亚 是 是 有些东西 有点不同 可以试一下这个 可以试一下这个 是的 我认为这个 是 是的 我认为这个 Cherry Walnut Clamc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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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一些器具 然后这边相当于是Gastapain 不同地方的烘焙商 它这个店是非常瘦长型的 很长一直到里边 它用的这个冰块里边用的是那种大的冰块 这个是我点的一个 利比利卡 就是我发现这边有挺多咖啡店都会上这只豆子 就是这个品种的利比利卡的 虽然说它香气没有那么的细腻 但是这个我觉得质地还是可以的 就是体验一下这个味道还是不错的 它这个味道喝起来有一点这种 with一桶的这种质感 挺特别的 但是说实话这个其实价格还是更便宜的 15克的咖啡豆 然后呢这是one half红的豆子 吉隆坡的一个护卫掌码 Libery card 009D块 这杯它是35马币 35马币的话说实话 是真的不便宜的 但我觉得喝起来还是挺特别的 Solo 拜拜 下一期视频我将从槟城坐火车到吉隆坡 我们一起来走走唐人街 吃一吃当地的美食 逛一逛吉隆坡的咖啡馆 打卡一些景点 期待一下我们下期见 天然间 我们下期见 非常特别的 光币 天然间 有详诞 不可能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